云梦的街道上还是人来人往 先门那些事并没有影响百姓们的生活 甚至沦为了他们口中的谈资 各种夸大其词的传言在他们口中诞生 江城曾派人去管过 可也是只短暂地消失过后 又会有更离谱的谣言传出 云梦的百姓早就被他老子江丰眠挤养雕了 想当看 他们传江丰眠和藏色散人二三世的时候 传得云梦皆知也不见老江宗主能管得住 更何况小江宗主 云梦百姓甚至觉得小江宗主还是太年轻 装不住事 不过就是老百姓聊点八卦 居然兴师动众地派人来管 真是不如老江宗主啊 这话被传进了莲花屋 据说江城被气得砸了药碗 可这一天 云梦的街道上突然来了一对陌生人 一袭白衣猛地一看 差点以为是姑苏兰氏的人来了呢 但细看却发现不同 他们没有抹额抱着琴背着剑 一脸沉重地向莲花雾方向走去 有在云梦歇脚的散修认出来 这些是莫灵苏氏的人 看来他们是来接他们宗主回去的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不少百姓扔下手头的事 远远地跟了上去 苏氏的人确实是来接回宗主师身的 按理说早该来了 但金光瑶压着 愣是等谣言四起十才派人 带着苏氏的人大张旗鼓地来云梦接人 可苏氏所要宗主师身似乎并不顺利 江城本就对金光瑶有意见 又因为谣言一事 更是恶心上了队 所以对于和金光瑶关系好的苏氏自然不会善待 按他当时的意思 就直接把苏氏的尸体随便扔到哪个荒山未狼算了 死者死了 还非死在人他地界 隔应人 好在江市还有清醒的人 连忙劝住江城 苏氏怎么说民是先门民事 可不能这样 万一传出云仙门百家又该说江市闲话了 江城倒是想光棍的不理 但他没那个胆 他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 不然也不会因为听到几句背后议论 就和魏无羡离了心 他不能让江市沦为仙门百家的笑话 就暗下不愿 吩咐人将苏氏安置好 当然 他不可能把苏氏安放到莲花物恶心自己 而是让下面的人寻个一桩安置 尚未者的态度决定了下面人的处事 门生一看 宗主并不重视 就随随便便找了就近一个破败一桩 把尸体送了进去 连一副棺材都没给 当苏氏门生听到人们宗主没在莲花物后 忍着怒气跟着门生到一桩时 就看到他们宗主躺在一块破木板上 盖着一块脏巴基的白布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流浪汉的尸体呢 带人们来的是一名江家管事 看到眼前的情景不由的尴尬 下面的人是怎么办的事 好歹给口棺材啊 这也闹得太难看 苏氏门生不满地瞪了管事一眼 心里有些难受 可接下来还有更令他们崩溃的 白布掀开 苏氏的尸体露了出来 样子惨不忍睹 不但身上的皮肉被抽烂了 四肢也扭曲变形 腿骨都露了出来 更惨的是脖子 宗主应该是被捏死的 脖子歪曲的角度一看就不正常 断了 而且因为保管不妥当 苏氏的尸体 有些地方已经开始腐烂 上面爬满白色的蛆虫 味道更是难闻 一个苏氏门生实在受不过 跑到一边大吐特吐 连苦胆之子都吐出来了 看到自家宗主这样凄惨 苏氏的人再忍不下去 其中一个抓住江家管事的衣服 大吼道 你们就这么对我们宗主吗 连一副薄冠都舍不得 江家管被勒得脸红脖子粗 腰间配剑出翘 斩向了苏氏门生的手 苏氏门生不得不放开他 躲掉剑的攻击 嗨嗨 江家管事摸些脖子 另一手握住长剑 刚刚那点愧疚全没了 他美好看地瞪着苏氏的人道 关我们什么事 又不是我们杀的苏宗主 我们能帮他收敛尸体 已经是人之一尽了 你们别太过分 有气去找凶手撒去 你 苏氏的人语色 这管事说的确实一点没错 人是不是他们杀的不知道 但是人家确实没有给你家宗主收尸的义务 只不过苏氏的人自认他们宗主和先都关系好 高人一等罢了 你什么你 江氏管事 打断他们的话 粗声粗气道 路我也带了 人你们也找到了 剩下的就不归我管了 你们自己好自为之 早点从云梦离开吧 说吧 一边执剑 一边戒备地后退离开了 留下苏氏的人在意装气得不行 有一个弟子垂了一下棺材 恨恨道 太过分了 其他弟子也是一份填膺 这位江宗主简直太不像话 虽说苏氏和江氏没什么来往 但同为仙门百家 清唐会上也见过 就不能好好善待下尸体吗 金光瑶安插进来的人趁机挑拨 行了 别气了 咱们还是快把宗主的尸身带回去吧 天气炎热 再在云梦放下去就好了 至于江宗主 哼 你们又不是没过他的传言 小人罢了 但仍有人气不过道 那我们就这样算了 这种气我们都能忍下 以后其他世家不得踩在我们头上啊 另一人也道 还有那江宗主 真跟传言一样的 小肚鸡肠 尖酸刻薄 哪像个宗主 简直跟个刻薄妇人一样 金光瑶派来的人 眼里闪过一抹得逞的笑意 故作迟疑了一下 神神秘秘道 江室这么欺负咱们苏氏 咱们也别让他们好过 其他苏氏人 立刻都好奇地看向他 好奇地问道 要怎么办 那人一笑 制止了正在正准备将苏社尸身 收进储物袋里的人 看着苏社的尸身 笑得有些不怀好意 其他人也一同看过去 好像懂了 云梦的百姓 在离义庄不远处看热闹 等到江氏管氏 骂骂咧咧地离开后没多久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乌叶声 过了一回 就见红着眼的苏氏门声 用一块木板 抬着一具尸体出来了 每个人的神情都很悲痛 一看就是哭过的 百姓们的议论声小了些 有些同情他们 苏氏门声垂着头 沉默地抬着人一路往云梦外走 可能是路不熟 居然走到了闹市 街道两旁的人 在他们出现的一刹那安静下来 惊讶地看着他们 有些人嫌晦气 关上门窗 但没舍得离开看热闹 这时 不知道哪刮来一阵风 将盖着尸体的白布吹开 露出了里面的鲜血淋漓的尸体 啊 人群中传来几声尖叫 大人们捂住小孩子的眼睛 金光瑶的人捏着时间 确认所有人都看到了 才一脸惊慌地将尸体盖住 然后跟周围的人道歉 加快了脚步 离开了云梦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云梦百姓真怪不上人家 倒是对江城和江市的人生起了一点埋怨 你说你们 不好好帮人收尸就算了 好歹给人送出去啊 不然也不会人家迷路到闹市啊 街道旁 云梦最大的茶馆 楼上的一扇窗户大开 几人也跟着看了一场好戏 聂怀桑摇着扇子 目送苏氏的人离开后 嘲讽道 这下有关江市的谣言 恐怕要更多了 蓝西辰加了一块点心 放在蓝忘机的盘子里 冷笑 反正也不差一桩 对咱们的计划也有好处 蓝忘机看了一眼盘子里的点心 是他爱吃的 放下茶杯 吃了起来 偶尔会偷渡 给躲在袖子里的小胃无限的一点 见蓝忘机吃了 蓝西辰眼里的笑意更盛 又看向窗外 正追出来的将是门声 唇边笑意微冷 金光瑶要动了吧 聂怀桑唇角的弧度 和他如出一辙 是该动了 最近金家爆出的丑事太多 仙门百家的注意力 全在他身上 他恐怕要用苏舍之死 分散停在他身上的注意力 面前的盘子里 悄无声息地多了一块茶点 他爱吃的口味 白皙的手刚刚受回去 蓝西辰心中烧暖 脸上的笑意毫不掩饰 语气也轻松了许多 看向屋子里的另一个人 与带调侃道 恐怕他会把苏舍的死安在精末身上 正在暗中气笑未无限的着战 突然被点名 有些惊讶 怎么又扯我身上了 我在金光瑶那是万金油吗 什么时候都能拉出来溜溜 吃 屋里的人都笑了 聂怀桑用扇子挡着脸 难得心情好 道 卓兄可比万金油有用多了 哪有比你更好用的霸子 都快赶上位 他猛地停去 偷偷去看蓝忘机 却发现蓝忘机没什么反应 反而低头看衣袖 看不出声没生气 他下意识去求助地看向蓝西辰 蓝西辰摇了摇头 事已没事 蓝忘机正在看小魏无限 伸出小脚脚 网着站那拽 没死 这rea 吞点